大家好 今天是1月23日 星期二 股市欲霸不能 真是沒辦法 最主要來說就是成交金額 其實龐大的成交金額是一個動力 你試想一下 騰訊、廣交所、平報等 當然是不斷地咬住高台 續闖高位 今天年代內銀 都開始又發力 好像建行那樣的聲勢 真是相當明顯的 現在和大家談的這一分鐘 暫時最高見到我8.8元 不要忘記 昨天都是8.4元 早前有五隻股份 在我的節目裡 或者分析裡 我不斷地提示 包括騰訊、匯控、建行、平報 以及港交所 除了匯控的走勢 真是比較慢一點之外 其他已經陷害到我早前的上網目標 不過內何成交金額沒有縮到 整個勢頭就是欲罷不能 應該用一個技術上的走勢來講 一天成交金額 仍然是高企 市的動力仍然沒有失到 市仍然可以咬住高台 如果成交金額 遞增或者去到某個高位 就預示著更加高的指數 可能還在後面 因為成交金額就是指數的前頭 和大家談的這一分鐘 是早了一點 因為待會有很多事情要做 3點20分左右 直到現在這一刻 今天的高位暫時來說 是看到32,914點 這個逐沉頂形態很明顯 相對今個月的低位 是2號的3028點 整個月的波幅已經有2,886點 以單月計的幅度是不小的 但是成交金額一直都是兩例 變成大市根本上是肉霸不能 這一刻的成交金額接近1,700億 到最後可能真的有機會見到是2,000億 我記得大市見2,000億 應該是1、5年4月份的時間 2,000多億的成交 把斷將市的吹谷由25,000到28,588點 但是那個時候只是彈花一然 之後市已經暴入了一個所謂的中期調整 但是這一刻不同 這一刻的指數是突破了07年的高位 即是說突破了31,958點之後 每一點向上行的都是逐創歷史高位 問題就是成交金額 又說回頭了 你高台沒有足夠的資金作推動 股份是很難作進一步上升的 你要有這麼多賣本才行的 但現在這一刻成交金額沒有退到 而且還不斷增加 所以於是更加高的指數 有條件還在後面 我就這樣看法 去年上一個中期升浪 是由去年7月5日的25,199點 升到去11月22日的高位30,199點 不升到5,000點 但是當時的成交金額是一半的 和現在這一刻 由去年12月7日的28,134點開始的上升 是完全兩碼時 尤其是踏入2018年之後 成交金額不斷地增加 1200億、1400億、1500億、1600億、1700億 1900億都見過 講講現在這一分鐘 1700多億了 那就是說 指數呢 其實營源儲續沉頂形態 在成交金額配合之下 如果這個所謂的中期升浪 有5500或者6000點的升幅的話 大家不是計算的 28,134點起步的 其實高位應該還在後面 落後藍籌可能會接力的 例如好像匯控仍然升得少 有幫了 仍然都還是落後的 941不用說有落後 還有一隻 中仁壽2628 都是落後的大市 中仁壽30,199點的時間 已經見到28.2 現在33萬都來頭了 還有26個多 真是落後的 部署一下好不好 好了 今天講到這裡